在欧洲各国陆续传出了AZ疫苗接种之后 出现了血栓的个案 包含在北欧三国、德国、法国等国家 都陆续宣布要暂停施打 世卫组织是呼吁各界不用惊慌 听到这些案例没有直接证据和疫苗有关 而另一方面在泰国、韩国还有澳洲等国家 是依照原定计划来施打 美国也渴望在下个月的时候批准紧急授权使用 欧洲陆续传出接种AZ疫苗后出现血栓 脑出血案例 多国纷纷暂停施打 世界卫生组织WHO呼吁各国不必恐慌 认为没有证据显示 这些案例和AZ疫苗有关联 建议各国继续施打 AZ新冠疫苗是由英国与瑞典合资的阿斯特杰利康药厂 与牛津大学共同研发 欧盟药管局日前表示欧洲近五百万人接种AZ疫苗 其中共有三十例血栓事件 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是疫苗造成 但多国预防性暂停施打 等待进一步报告结果 已知暂停施打的国家有奥地利 丹麦 挪威 冰岛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荷兰 爱尔兰等 欧洲以外则有印尼 刚果民主共和国 以及委内瑞拉 不过也有不少国家继续进行AZ疫苗施打计划 泰国原本宣布暂缓AZ疫苗 但后来政策大转弯 十六号起实施接种 总理帕拉玉更是率领内阁成员带头接种 成为全国首位AZ疫苗接种者 其他已表示会继续照打AZ疫苗的国家 有韩国 澳洲 加拿大 乌克兰等 其中韩国青瓦台更表示 总统文在寅夫妇将在二十三号 接种AZ疫苗 希望平息民众的疑虑 美国则正在评估AZ疫苗 是否安全有效 食品剂药物管理局FDA 渴望在四月批准紧急授权使用 日本首相菅义伟也在十六号 完成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 只不过他接种的并非AZ 而是辉瑞DNT疫苗 菅义伟预定四月赴美 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 计划防美前再接种第二剂 疫苗资讯满天飞 许多假消息阴谋论在社群平台流窜 脸书公司十五号宣布 针对所有涉及疫苗安全性的贴文 加注标签 提供官方讯息给用户参考 并提供美国民众疫苗施打地点等资讯 公事新闻林笑如便译